味道濃郁的四川淡淡麵 自家制一樣沒問題 今次選用右面模杯 先將適量的高筋麵粉、低筋麵粉和鹽 倒入攪拌盒 吸蓋 開機就可以按初油制 然後加入橄欖油和水 只需要五分鐘 就將所有材料攪成麵團 好了 我們現在就要預備淡淡麵的湯底了 首先就將老抽 花椒 辣椒粉 鹽 麻醬 辣椒油 還有麻油 一起拌勻 其實我們可以放些水一起拌勻 好 現在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繼續煮這個湯底了 先放一些油在鍋裡 然後我們放一些蒜蓉 然後再放一些豬肉碎 一起下鍋爆香 這個時候可以把剛才調好的調味料一起放進去煮 好 現在我們就可以加兩瓶水 四川淡淡麵的湯底就已經完成了 是否非常之簡單呢